小指过三观 不愁吃汗穿 第一个小指修长的 代表他的财运很好 再来呢 既然你的财运不错 是不是你可以给孩子 相对比较好的照顾 所以你跟孩子的感情 自然也会比较好 还有我们如果把手 这样子伸开来 你会发现有的人 小指跟无名指特别偏 这样的人小孩子跟他 相处的时间相对短一点 我们在实际的例证中发现 这样生出来 小指很外面的人 小孩子往往很年轻 很小就被他送出国了 所以还有你可以看到 小指如果比较 就是这样张开 是他是比较 这样子的时候 那个妈妈也都比较黏小孩 什么手面向的人 会把孩子当成全世界呢 舒伟老师 好 把孩子当成全世界 当然你的心中 会有很多的爱 你会有很多爱想要给他 所以他会是你的一个全世界 但是我们先来看一下 怎么样手面向的人会符合 第一个你既有很多爱 又可以把他教得很有纪律 而不成为溺爱的爸妈 这个其实很重要 所以把他当成全世界 但还是要给他一个 很良好的教育 我们来看一下 哪些手面向的人 有符合到呢 第一个 疼在心里善于教育 这是我们刚刚就强调的 你希望他好好的 开开心心地长大 将来成为一个好人 我们不要讲什么太夸张 什么在社会有用的人这种 我们希望他将来成一个好人 跟快乐的人就可以了 对不对 好 这样的妈妈有什么特性呢 眼大眉袖 其实我们佩甄她就有对到 那眼大眉袖 第一个眼睛大的人呢 其实我们不是说要特别的大 水汪汪 像漫画一样 不是 而是这个人的眼睛 你第一眼看到他 就觉得这个人眼睛还蛮大的 但是呢要炯炯有神 如果你觉得这个人的眼睛 看起来永远像睡不饱 很迷蒙 然后或者是说好像刚睡醒 或者是好像 就有点悟悟的那种的都不对 他眼大 但是眼神要定而足 这个很重要 代表他有很多的感情 而这个感情 它是可以很有秩序地 给予他人的 而不是一股脑儿 好恋爱脑 或是我好腻爱小孩 我要把全世界的物质生活 堆到你的面前 不是这样的 所以眼睛要大 但是呢眉毛要秀气 眉毛秀气什么意思 就是呢 这个眉毛要整齐而有心 要有头有尾 有的人的眉毛可能只有前面 大家我们其实蛮常看到 眉毛只有前面 那像这样的人做事情 比较容易有始无终 所以他在教育小孩子的时候 比较没有原则 就前面跟你讲 不行不行 譬如说不能看电视 不能看手机 但因为你很烦 所以我就最后 还是妥协给你看了 对这个 你对于教育孩子 就没有了原则 所以善于教育这一块 它必须就是 眉毛是要秀气 而且有形 有始有终 那么代表 你在教育孩子的时候 也比较有原则 好 那我们再看第二个 第二个呢 就是热心关怀感情深厚 你对这个孩子的爱 是出于真心的 是真诚的 这个呢就是牙齿整齐 而且下唇厚一点点 其实这个我们H就有对到 好 牙齿整齐很重要 其实我们的唇跟齿 是要同论的 唇齿相 干嘛我们讲嘴 笑成这样 好 那么唇齿相 是要同论的 牙齿要整齐 代表这个父母呢 他是守承诺的 好 在历史上 最守承诺的妈妈是谁 慈悉 慈悉 说杀就杀之 就是孟母吗 对 你看 还是要听皇帝的 对 这守承诺就是孟母 那他的孩子乖不乖 也是教育出一个国家栋梁 对不对 所以对于这个孩子而言 信守承诺的爸爸妈妈 是很重要的 代表你说到做到 而孩子就会从他的身上 学到这样的言教跟深教 所以我说番茄牛肉面 就是番茄牛肉面 我说你很乖 我带你去玩 就是带你去玩 久而久之 他就觉得你说话算话 那我也要说话算话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 善于教育的过程 那再来下唇比较厚的人 他的关怀是比较长而绵密的 上唇后的人他付出比较多 可是也许给给给之后 他突然有一天 他没有热情了 可是下唇后的人 他代表承接 也代表说这个人他付出 他是比较有一个延续性的 他的爱是比较久的 那是不是爸爸妈妈的爱都很久 是一辈子的 所以下唇比较厚的爸爸妈妈呢 他付出的那个热心和关怀 也是比较持久的 好 再来我们看一下 首相的部分 首相就是稳扎基础 成龙成凤 就是他对这个小孩的教育 是很坚持要从小教到大的 这个是什么 他的感情线要到木星球 也就是要到食指的下面 而且旁边不能有分叉 也不能够有导文跟练文 为什么要这么严格呢 第一个 因为感情线长这样的爸爸妈妈 他自己本身的感情就比较单纯 比较忠厚老实 那这个可能就不能看H的 对 他本身就比较 他对于在付出这一方面 他也比较单一而执着 所以他在教小孩子的这个部分呢 他也是能够适度地关爱 而且长期地关爱 那么在这个稳扎基础 也就是说 从小孩子出生开始 他可能就知道 我要预备什么样的课程给他 慢慢地我要怎么样堆积他 所以稳扎稳打 这个孩子就比较容易成龙成凤 好 那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 怎么样的首相会把孩子当全世界呢 母子情深 安详和乐 这个超重要的 等一下请大家首要借我一下 就是小指修长 好 小指修长 而且它一定要到 这个无名指的这个第一个指节 最好还要过 好 这个我们会说 小指过三关 不愁吃汗穿 第一个小指修长的 代表他的财运很好 好 再来呢 既然你的财运不错 是不是你可以给孩子 相对比较好的照顾 所以你跟孩子的感情 自然也会比较好 还有我们如果把手这样子伸开来 你会发现有的人啊 小指跟无名指特别偏 这样的人小孩子跟他 相处的时间相对短一点 我们在实际的那个例证中发现 你这样伸出来小指很外面的人 小孩子往往很年轻很小 就被他送出国了 所以还有你可以看到 小指如果比较 就是这样张开 是它是比较这样子的时候 那个妈妈也都比较黏小孩 老实是说这样子我会对小朋友 你对小朋友比较好 而且你财运也好 他是真的耶 对啊 他财运也比较好 他真的 他不是靠指甲超过的 他是本身真真实实地超过 对 好长喔 那财运也比较好 好可惜喔 什么好可惜 不会啦 现在很好啊 他现在照顾整套的 是 对 所以像现在有的时候 有的人会问我说 老师我要怎么样让财运好一点 其实说真的 你把指甲留长一点 而且左右手都要留 都要超过你的这个 无名指的第一个数据 老师现在还要讲留指甲吗 超过的吗 超过 男生留那个指甲很恶心耶 不会啦 留一下下啦 对财运有帮助耶 真的 有些人都开心来说 赚一点点我要赚多一点 而且我会建议左右手都要 为什么 这一手万一不小心断掉了 这手马上就补上 你就不会有财运不济的问题 如果两只手都断掉的时候 你就发现那一阵子的股票很差 好 那如果希望自己的子女 运好或是财运好的人 都可以看一看 然后呢 这个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对 这边问佩甄 佩甄说在跟H导演交往的时候说 H导演在带 就帮你带女儿这件事情上 给你帮助很多 你每天上班要先带小孩去脱婴中心 然后下班的时候要赶着在六点钟之前去接 要不然会被罚钱 所以想帮忙的人多 可是帮得上忙的人少 我那时候其实常常说 我好累 我觉得我需要睡一下 因为可能连续几天每天都只睡两三个小时 可是我打第一通电话 他们刚好回南部 第二通电话 他们这个礼拜已经有安排什么行程 不方便 我常常打的时候都没有人可以帮我 可是永远有一个人 他都会说好 那就是H 而且我到后来才知道说 他不是真的那么有空 他是如果我请他帮忙 他就去推掉他的约 然后他从来没有告诉过我 H 你人这么好喔 竹琳哥为什么要这么怀疑 早知道我们都想跟你交朋友 你怎么好对喔 可是我要认真说 像那时候我刚认识 然后他知道说 我们家小朋友过动症 所以他就告诉我说 他有一个很好的朋友 是一个也是过动症 但长大了 现在有自己的事业 在做过动症小朋友的课程 他就说有课程 然后是免费的请我要带孩子去 我一看地址板桥 然后我住内湖 那就是一个好远的距离 而且他是早上送小朋友去 中午还要带小朋友吃饭 那我那时候心情状况很差 其实对我来说 那真的很难办到 对 我就跟他说 我觉得那课很好 可是送孩子去 我这样一整天这样跑 我觉得我撑不住 他就说没事 你早上送去 中午小朋友的饭 我帮你送 我那个时候还以为他住板桥 后来才知道 他也住在台北的东区 所以其实离板桥也很远 他就特别问我 我说我女儿喜欢吃什么 我女儿喜欢吃番茄牛肉面 他真的就买了番茄牛肉面 然后给亭可乐 去找我女儿 可那时候我们可能才认识 两三个礼拜 他真的就是没有任何企图 也不需要有回报的 他只是觉得有一个朋友 然后身心状况不好 小孩子又过动 又要自己照顾 他可以帮忙就帮忙 他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人 到现在我女儿都还会说 他记得H就是 他有帮他送番茄牛肉面 所以就只送那么一次就对 所以他记得 没有 后来都是我直接过去了 就直接跟他的小朋友一起玩 对 我们就会约吃饭 那为什么会约吃饭 是因为 我觉得有当妈妈的人都知道 如果你有孩子 你要吃饭是不可能的事情 如果你不给他3C 不给他手机 你只不像吃个饭 就一直被他打扰 但我不愿意给他3C 因为那个会引发他更躁动 所以我会厌食 也是因为我吃一顿饭 会被一直打断 一直打断 我后来就不想吃 那H那时候也就说 那想吃饭的时候 你就叫我 我们一起吃 你吃的时候 我帮你控制小孩 hold住他 他真的说到做到 所以当我找不到人帮忙 然后我觉得我自己 真的不行的时候 打给他 然后他都一定会说 可以 然后约在哪里 就会出现 今晚你有空来开房吗 挑芝麻大神马匠手游 即刻下载